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投資辦 大家好 又來到我們的股市霸王花 我是你的好朋友玫瑰姐姐 那今天已經來到10月1號了 那昨天的行情就大家什麼 大家要非常害怕 非常害怕 都開始失去信仰 它又出現一道的曙光 所以行情總是在什麼 當你不經意之下被人家嚇怕的時候 不敢進場的時候它開始就出現 因為資金行就這麼可怕 它就沒有用那個利空 你沒有便宜貨可減 所以同時朋友今天為什麼會大漲 因為有利空在之前 所以大盤又漲了回來84點 嚴格是80點左右 說大也沒有大 但最重要這一波行情 全部都是一個第一檔股票 正在走波段行情啟動股票 這個行情你跟上就對 因為今天的漲停買了 昨天的漲停買第三季的最後一天 總共有漲停買的加速 總共有30架 那真的說漲停買的股票就一檔育民 它什麼航運股嗎 而且很多人之前說 航運股什麼時候可以減 那進行的航運股 我早就告訴你它要起飛啊 是你不相信我而已啊 那股民股的 昨天的漲停買的開高走高的漲停買 通通 只要你有在低檔買金 通通都賺錢 那這就是我昨天告訴你的 包括今天你要開始什麼 要恢復性 因為10月份開始就是什麼 不是光會的10月而已 是第四季的第一天開的其中 所以你好好的做規劃 因為第四季你好好的規劃 好好的把握這一季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都沒有操作 是還沒關係 最重要是第四季 你要賺很大 而且要非賺不可 因為接著就是這麼 就三大行情在這邊 很明確高 你就是只有靠這一攤 就這一攤 你之前都沒賺到沒關係 這一次要跟上 那當然用什麼方言 你可以以股換股 然後就是快很準 動作要把它做出來 因為那個籌碼洗得相當的乾淨 你如果沒有動作快一點 這張股票 今天坦白講 漲停板 怎麼漲停板了 可是我會加碼送給你 來我們看一下我們今天做的什麼動作 當然你今天可以知道說BDI指數 嚴格說它進來都持續在創什麼 創波段的新高點 它已經來到 9月30號BDI指數已經來到 5000點 衝破5000點 來到5197 所以持續創新高之下 當然對這個散裝的 包括育民 一定該什麼 該給它加持一下 何況還有什麼 它營收也不錯 1到8月都創了歷史新高 所以在這邊的話 當然這檔股票 我們進來 就昨天 也告訴我們的會員 通通通通通 這一檔 是 只要你是普通會員 只要你是普通會員 因為這個地方很多同學都怕 進攻之鳥 但是只要你 相信我 你也不要想太多 因為手上有些套的股票 慢慢一檔一檔解決 有些股票不會大漲 我會帶你一檔一檔 把它什麼 把它調整掉 因為實在嚴格說 這行情 你就算18034 來了 再創波段新高 你手上股票 有些股票不對 不是霸王花 它特別會大跌 還是一樣那句話 不是大盤指數創波段新高 你一定會大賺的 但是如果相對大盤 就算回到年限 只要你的股票是對的 甚至它都會可以超越18034 你根本不用管大盤回到哪裡去 真的說實在 大盤現在連17000也沒站上去 嚴格說它根本季線都沒站上去 除非大盤要正式來往18034靠攏 就是給我什麼都不用 量當然一定要慢慢增溫上來 但最重要就是一根槽馬要先什麼 開高走高槽馬 正式要站回去季線以上 那才告訴你說 一切可以解決掉 那如果沒有這種行情 就是個股上的表現空間 你要注意 尤其你不要怕利空 因為利空越大 你只要買對股 尤其買一些一定要漲的股票 之前沒漲到 那像BDI指數實在嚴格說出來 它已經持續再創波段新高 當然我們一定要什麼 要從這個地方去做規劃 在很多人上個禮拜 有看我有告訴大家一個理財總動員 特別有把航運股跟大家報告一下 你也可以持續再去看 因為這個節目時間有點短 早上節目有些大家希望說 不要今天要做什麼動作 今天你就是注意 我給你講的航運股 有沒有再回到這邊 如果你看節目的過程 因為沒有來就沒辦法了 你說老師 那不會來 你講了什麼 那昨天你人在哪裡 昨天開牌的時候 還在64.1耶 你注意看一下 9點31分它有啊 都有啊 都有65塊以下 而且它1到8月是歷史上的一個最高 就是1到8月 就整這個地1到8月 是歷史上最高 8月份單月的 是歷史還不是最高 是第三高而已喔 它都可以 是不是就是一樣 它利用開高走高 漲停板一局的 站上什麼 季線 大盤一樣 複製成功線 就是給我看到這個東西 這種股票有沒有 就是輕重已過萬重山 這個地方會過 你不用管嘛 最重要是你有買在這邊 你不是告訴你套兒在這邊嗎 那我們買在這邊 如果你真的今天手上 能這個地方能買上來 那航運股對你來說 才是什麼 才是有用的嗎 因為你要來股市是為了賺錢 你不要管它 股票嚴格說實在 就它這個大多個股票 你買錯點的話 說實在你還是賺錢的 所以這張股票域名 它不過是 單月就是8月的 是8月的營收 是歷史上第三高而已 它都可以領先率先漲停板 為什麼 因為BDI指數 已經開始在飆漲 你要注意 這個地方已經開始飆漲 而且如果嚴格說實在 當然目前的缺傳的問題 還是相當大 所以短期內是不容易解除掉的 我現在大家可以接受 所以第三季的營收 肯定比上半年來的 大幅度的成長 所以從這8月份營收 域名都可以漲停板 它只是第三高 歷史第三高 都可以如此 那真正 真正創的 8月營收創的歷史新高是什麼 不是域名 是這檔惠陽 跟市維航 市維航 你要注意 這兩檔主要 這個都還OK而已 而且散裝的股票裡面 當然有很多 什麼中行 什麼什麼都是 你特別注意 留意我跟你報告股票 那海加型的傳統 平均現在租金 29日 它是暴增到什麼 已經又是持續的升高 一直一直漲 一直漲一直漲 已經來到 這麼高 74,786美元 但是股價吹在低檔區 所以這檔股票 當然這個地方 你可以特別 今天已經10月份 第四季 當然它特別會衝衝衝 而且還有集團做賬行情 接著 接著我們再看 那接著你說 老師可是9點30分鐘 那好快 好 我們加碼送 特別會員加碼送一檔股票 叫做什麼 四維航 今天運氣真的不錯 全部都什麼 都Bingo 55.8 12點45分 你自己看 你自己對照 55.8 只要你注意 在育民漲停買的時候 我說 沒有關係 沒有育民的沒關係 你注意四維航 55.8 買得到 絕對 你對照時間絕對買得到 甚至我還叫我們會員 用市價買 好這張股票 嚴格說出來 就是它本身 8月也創歷史新高 1到8月也是創歷史新高 包括 BCI 這叫BCI 的指數 漲幅更是驚人 比BDI更可怕 前天的漲幅已經達到 百分之9點 我們自己去查一下BCI 我們按Google 一下就可以看得到 這不是我講的帥話 這真的是數字會說話 已經來到8322點 然後它的日租金 目前已經逼近7萬元 所以昨天又持續再漲 就是9月30號 這邊要持續再漲 已經來到9018 那這個只會持續 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低跌越來越少 為什麼 因為大盤相對是跌勢 而且航運股這一次坦白講 也修正的相當的低 也相當的多 所以這個地方 你的確 你想減便宜 或這是便宜好賺 這當然是便宜最好賺 DC業績 肯定還會衝衝衝 這檔是 特別會多加碼送一檔 5608的 四維行 你自己看 雖然它沒有漲停 沒有關係嘛 但是加碼送的股票 你自己看 12點多 你都還可以輕鬆 再加碼55.8 尾巴的時候 就乖乖的 漲回去啦 未來會怎麼樣 未來會有比價效應啊 而且這檔骨要目前如果嚴格說出來 它的季線 還在這邊 還在這邊 注意看一下 會不會站上去 就怕它沒低點 就怕它沒低點 好那接著我們來講 跟大家報告一下 老師BDI指數這樣會不會太高 會不會長到什麼 會不會衝太過頭 會不會拉回 當然股 你要看它一個 歷史上的高點 嚴格說實在 波羅的海指數 在2008年 最高是來到 11,793點的歷史高點 除了BCI是持續的創新高 持續的再漲 那這個是BDI指數 目前才剛剛衝破5000點大關 包括離這個歷史上的高點的水位 還有將近一倍的空間 那2008年的航運股是怎麼樣 我想你自己心知肚明 BDI指數已經來到這邊的時候 還沒有特別會漲 那現在如果不小心 現在這個 我們現在的通貨朋友相當嚴重 漲價概念股各方面 因為所有的物價都在飆漲 你的錢最有效利用就是投資 我想大家能接受 所以就是什麼 你要恨不得大盤有利空跌 不要看那個線型 你看那個線型你真的買不下去 今天從市圍行跟玉米的身上看出什麼 玉米一下不小心就漲停板 因為你都賣光光的時候 就可以漲停板了 輕鬆 就輕鬆的青山 就是青州與過萬重山 說你不怕有利空 真的不要怕利空 就怕利多太多 這樣你不知道聽不聽得懂 所以這張股票接著 你要注意這個地方 我認為波羅的海指數 未來一直會往這邊邁進 而且這從2008年的9月10號開始 它大漲之後 從2008年9月10號開始 它第一次喔 今年是幾年 2021年嘛對不對 快要接近2022年 它從2008年到今年整整13年以上 才開始衝破第一次的5000點關卡 所以它那個盤了相當大 13年的大轉折點 一樣是這個地方 你要注意 所以這個地方 就是告訴你什麼 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的機會 買對股跟買錯股 你自己要看著辦 所以你也可以說 那都在漲了 是不是輪到我的股票 資金行星有時候不跟你講這一回事 它講什麼 講題材 題材一旦持續還有在發展的一個空間的話 你就大膽站在買方 那接著當然有人問說 那慧陽是可以 當然可以 我們也是加碼送 我們單國會 因為我們有分組 那沒有辦法 普通會的話就一檔一名很棒 我們資金大的時候 除了有四維行 當然慧陽也一定要來的 也要來一招了 這檔慧陽 我先提醒你 它也是雙創新高 歷史新高 1到8月歷史新高 8月份單月歷史新高 那79塊慧陽這邊 2637 這種股票還蠻 大家聽它為什麼 也說 蠻腰的也蠻腰的 特別會飆漲 所以股票嚴格說實在 實在它的波幅有在 你掌握到它的波幅 就是最好賺錢 這個地方嚴格說實在 這種股票 我們也在加碼送 今天單國會員在加碼送 繼續加碼送 都還沒有過 沒有正式過什麼 季線 所以不是沒有股票給你 你要注意什麼股票 從這個BCI跟BDI指數 我認為航運股這個地方 的確 它的航運股 尤其是散裝貨輪這邊的 都相當便宜 你可以猜說 今天你可以十月份開始 第四季開始 你也可以開始 去琢磨一些 真正會漲的股票 我認為這些股票 我不敢說一定百分之百 但是我認為還不錯 你可以注意一下 那當然如果昨天九月底 你不要嚇破膽的 你勇敢的跟上我們的 我們的團隊 每個月給你的什麼 不是只有漲停板 就叫你做動作 持續有錢賺 這種人生是非常快樂的事情 所以這地方 如果你任何股票上來疑問 不要問我說老師 那我那股票等多久 我不是行 我已經跟你講過 我有一兩檔股票 也會換股 因為時間點到的時候 我們在跟時間賽跑 剩下這三個月 你要買會大漲的股票 最常你的股票 一馬就會漲停板 就像育民一樣 一馬嘛 育民接下來就像 像世衛行也不錯 你一馬就馬上上漲 這種感覺是很快樂的事情 只要你跟上就好 還有會洋也跟上 你就什麼 持續的賺錢 持續的賺錢 那如果你對我們的操作 有興趣的 包括你持續可以加我們Light 因為這個 航運股 嚴格說實在 這BDI指數的 一個規劃 重點的規劃 我早不是在這個節目講過 是早在理財總動員那個節目 上個禮拜 你可以去按我們公司的網站 或是你按 YouTube按 理財總動員 找我的節目 我把航運股這個區塊 講得相當的完整 所以你先叫我們Light 幫我去找尋一下 YouTube我們的資料 你就會知道 為什麼航運股 今天的域名會漲停板 那如果你早一個禮拜之前 你有看到這個節目 你根本 你就閉著眼睛 根本不用參加會員 都可以賺錢 你說可是老師我看節目看那麼久 可是我股票 因為你執著在你自己的股票上面 那股票本來就是要換股 你是資金不夠的人 你沒有換到真正強的股票 你怎麼辦 當然換股有個學問 有些股票你不是 不是一直沙滴把它賣掉 逢高 以股換股 如果你可以接受 這個地方我歡迎你加入我們的陣容 那包括這個地方 我們的方案一樣可以 你想要第四季賺很大 加入我們的第四季賺很大的專案 你可以把電話撥通 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0800-370-888 金牛細年來 2021 牛轉乾坤 亞洲投顧 祝您發大財 免付費專線 0800-370-888 0800-370-888 有回合我們的第二單元 那相對的當然大盤漲跟跌不重要 重要的是有些股票特別你不要去碰它 不是因為看它今天漲 就是因為在大陸設廠特別多的缺電 缺電概念股 你特別不要去碰它 因為缺電就是沒有電的 沒有電 那也沒辦法 因為這大陸的政策 這個地方一旦出來之後 你不要去摸那個底 因為最少它一個月的時間 那一檔就是什麼 今天有漲的叫連貌 有人問我說為什麼這麼大的利空 連貌在到設廠的 它的比例蠻高的 為什麼它今天反而沒有跌 誰要跟你講這個股市 就這麼樣的讓投資朋友 你不得不相信一個團隊的重要 有關係跟沒關係 就是有關係跟沒關係 就是叫有關係 很多東西都不是表面上看的內回去 尤其那個大陸是人質的時候 有些訊息早就已經出現了 你看這種股票 等到它出現這個消息是9月28號 高零限電 人家什麼時候賣掉 人家在9月24號就賣光光了 賣掉的時候 這個地方甚至放空 那邊在回補 所以短線上是一個空頭的回補的力量 也是短線上一個買點 但是如果你不是異高能膽大 你自己看嘛 這種連線性的上漲之後 是不是拉高出貨 拉高出貨 多少買在這邊 這邊 這邊 甚至買在這一根 所以你現在不知道我到底怎麼辦 要送你12345 所以它沒有大跌喔 它小跌 就是這個樣子 它已經沒有沒人在裡面 就風光不在了嘛 現在套牢裡面 如果你這個地方 你真的捨不得 我真的買到 我就是套牢 老師我相信多多行情 總是會有解套波 可以 你往後一直等一下 因為業績也不錯 你怎麼看業績都很好 就因為這個成分 很多投資會跟錢插身而過 你看台陽你不敢買 它漲幅96% 網家才漲34% 難道你沒有看過這些股票在漲嗎 那當這些股票在漲的過程裡面 就有些股票就不會漲 嚴格說連這個 最應該漲的是星星 它是蘋果概念股 還有漲嗎 有啊 反彈一下 所以說 反彈一下告訴你什麼 最應該漲的是星星 因為蘋果這次還蠻熱賣的 它窄版的 國內的第一家 最重要就是星星 但是很可惜 它在大陸的比例的 比重在大陸實際上 嚴格說只有23%而已 它都不太會漲了 都跌得這麼厲害了 而光是那個 比重在大陸的比重非常高的 有金像電跟聯帽 你要注意一下 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我昨天的節目 在訪談節目特別講到 好 那接著來告訴大家 你如果願意不要去這邊多做文章 你就有大錢可以賺 我坦白講 就是這個行情就是選股的問題 第四季的選股重點在哪裡 你要買最低檔的股票 就像這種股票就OK的 航運股啊 就這些啊 而且搞不好不小心賺個三成五成一倍 也不難啊 再來 連這種股票都沒賺錢 台陽都可以從這個地方 漲漲漲漲 漲到今天都還在創破段新高 今天八十塊以下都不來了 我也沒法子 老師你可是八十塊你告訴我 真的你是閃戶 有些錢不是你賺的 我還是要跟你講這句話 為什麼那時候你不買呢 我這個股票跟你講很久了 這個地方45塊這邊開始算起來 44.8 8月17號 這張股票已經漲了將近 到明天已經達到一倍了 嚴格說實在投資朋友 在這個大盤沒有 不是那種很瘋狂心的 那種亂飆漲的情況下 這個行情你現在嚴格說 一檔股票能漲了一倍至三倍 一年之內 我覺得已經很好了啦 已經很好了啦 真的 因為你是閃戶 你賺一倍到三倍你應該賺的錢 比如現場一檔股票要賺十倍 像航運股 像陽明什麼什麼 漲四十幾倍 一整年下來 有些錢不是你賺 我這樣跟你講也聽不懂嗎 那要付出代價的 這檔股票 還有人問我 老師漲你也可以買 你自己買 我不敢嘛 我跟你講過不敢就是不敢 你管他去調高什麼目標這樣 我當初在這檔股票上面就告訴你 八百塊的四星 為什麼會邋遢 因為外資持有相當的多 他外資持有這檔股票相當多 如果一旦外資棄手呢 你要找誰要啊 親愛投資朋友 這就是個問題啊 你看那個外資一旦棄手 那個年貌啊 不知道金項鍊什麼 什麼星星什麼 後來怎麼跌下來就好了嘛 所以這些股票不是你賺的錢 像這種不要很好賺 我都告訴你 輕鬆賺 漲了一倍 這個地方很OK的 很OK的 要證明我們的選股 市場上如果有第二 真的就沒第一 就是我是真實的跟你做印證 所以今天同樣 台陽都不要去追 你只要知道說 有這樣台陽之後 台陽的相關概念股在哪裡 我會找給你 最好賺的一檔股票 已經送給大家了 昨天也特別跟你講的 就是旺江 昨天 昨天 那今天10月1號 因為看節目早上9點半 昨天輕輕鬆的來到漲停板 我沒有告訴你嗎 如果昨天沒有告訴這張股票的話 那就我不對 我說這張股票 真的說是 但是你 你的血量太慢 甚至你買到你還在怕 因為你血量慢 這張股票都還沒正式噴出 我先跟你講 如果8月18號 這個101.5開始算錢 你看多麼可怕 他的認購價是106.65 就這麼巧 人家就跌到101.5 什麼股票沒有消息啊 你聽得懂我意思嗎 那我懂不懂 我不敢說我買到最低點 最少我曾經告訴我 會118全收了 然後今天告訴我 昨天啊 9月3號最後一天 這檔股票 第四季也很可怕 我告訴你 133 正式過了 會大漲 只要過了不回頭 所以這地方 我真的希望他有跌 因為今天沒有正式過 昨天沒有正式過 133 來到133 這已經告訴你什麼 這張股票 正在走那 祖神的驕傲行 那是很可怕的 要會選股 可是老師我賣掉了 我看你電視買在哪裡 那我賣掉 這張股票很多人都買得到啊 你賣掉你會買不回來 我跟你講真的啊 但是我不是鼓勵大家一定要追高殺 告訴你說我們的選股 當你選到一張股票 你要該賺多少錢 你要有個目標 你要懂 不是隨便喊喊的 這地方 那網家也送給大家 我希望今年的 今年不小心 第四季的網家 如果大盤越不漲的話 它會不會特別會漲 我們可以拭目以待 這地方也祝福大家 這個地方好好的把握 因為第四季 你很缺錢的 想要好好多賺一點的 相信第四季可以賺很大的 不要賺我手上股票 因為以股換股了 歡迎你參加我們這個方案 就是每一檔股票 黨黨讓你非賺不可 帶你進一定帶你出 好好把它交給我們的團隊 祝福大家今天操作的順利 明天見謝謝 謝謝